我被粉絲質疑了 前兩天我發了一期 腦動人的視頻 第一期視頻我過了四關 後面還有一關 第五關的視頻我沒有發 然後就有粉絲開始質問我 是不是過不了第五關 甚至還有人說 我這輩子都過不了 是 我承認兄弟們 我平時是喜歡 發一些娛樂的視頻 但那都是節目效果 我不認真 你們真把我當娛樂主播了 來 今天我必須得證明一下我自己 不廢話 看操作 往後撐一手 然後起飛 頭也不回 趕緊跑 下來落在台階上 再往下下 下來落在台階上 再下 往左邊走 往左邊走 跳 再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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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飛 然後 然後 意外 意外的 我們再來 這次我絕對不可能再被扎死了 往右跳 往左跳 往彈簧上跳 過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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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兄弟們 你們注意看 我不是被扎死的 所以我說到做到了 臭不要臉 在一在二不在三 起飛 我好像沒事 沒事就趕緊走 不慌跳到彈簧上 往左邊跳 漂亮 接著走 我去 有驚無險 差一點點 我們要把右邊的開關按掉 起跳 這裡注意細節 跳 然後往右邊走 直接按下開關 好 這個通道打通之後 我們復活就不用繞遠了 不是 我剛才是故意死的 我就是想體驗一下 這個通道的遍解性 你看 這多快 直接就過來了 到這裡不要慌 找準機會 跳 我知道了 我們不能直接跳 我們找準機會 先下去 然後再跳 走 漂亮 完美落地 遇到火球不要慌 往左邊拉 然後再跳過來 這個繼續同樣的操作 再往這邊走就不行了 就不能跳了 上面有刺 這時候就要靠我們的風騷走位了 走 往後撤 回來 再往後撤 再回來 nice 這不就輕鬆過關了嗎 有什麼難度 兄們 我說我剛才卡了 你們信嗎 剛才沒起飛成功 這次絕對必須過關 我就想問 還有誰 嘲笑我過不了 這不就輕鬆過了嗎 好 在這裡插播一條感謝信 感謝上期為我留言評論的小夥伴 也感謝上期給我點贊的小夥伴 留言評論或者點贊 就有機會上電視哦 好了 本期視頻到此結束了 記得留言點贊 我們下期再見